王子 王子 咱们真的要跟这病泱泱的 安平王接盟吗 他现在落魄地连这京城都回不去 那有什么用啊 更何况你是通过谢家的暗时 与他接的忙 可咱们早已跟这大城的皇后 结了密约啊 这大城的皇后她也是谢家的人哪 倘若这安平王要真的当上了皇帝 那这谢皇后还不得成寡妇 她能同意吗 谢家暗示明理案例早就点透 她中的不是谢家不是皇后 而是这皇族血统的安平王 既然如此 她又怎么会让谢皇后知道呢 那 咱们到底要跟谁合作啊 咱们谁都合作 又谁都不合作 这 烧信给豫章王妃 后日南郊陆月见 是 怎么又是你 怎么 这老头还不欢迎我 我们王子可是你们的贵宾 这豫章王妃的同族包妹 要嫁给我们忽兰王子 怎么说也算是远亲吧 废话少说 走 有什么事 告诉你们王妃 后日四时 南郊陆月 走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一字不差地告诉你们王妃 南郊陆月 朕母女俩为师可怜 婢子总算明白 王妃为何会出手相助 不管贺兰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再过几日也该有结果了 希望是倩儿的好消息 王妃 王妃留步 王妃 管家 这么急发生什么了 方才 那个忽兰的 忽 忽什么将军 他又来了 非让我传你一句话 说什么了 说 后日四时 南郊陆月